那行故事低调说今天介绍一部 一条狗狗多次重生 经历千辛万苦 只为找到最初主人的电影 一条狗的使命 话说大黄是一条四世狗命的小狗 他的第一次投胎是一个小金毛 一出生大黄就被送进了宠物店 等待着被人挑选 聪明的大黄趁着主人不注意 逃出了笼子 结果却被两个狗贩子捡到 狗贩子把大黄关在车里 就出去办事了 午后的阳光晒在大黄的身上 很快大黄就中暑了 他发出了凄惨的嚎叫 才好被好心哥发现 只有十几岁的好心哥 直接打碎了车窗玻璃 见大黄就回了自己家 最后好心哥和大黄成为了朋友 他们一起玩耍 一起看漫画 一起坐车来到郊区爷爷家的别墅 度过暑假 爷爷家是大黄最喜欢的地方 因为大黄可以在这里放肆奔跑 追母鸡 也可以跟好心哥和爷爷玩橄榄球游戏 好心哥丢出橄榄球 大黄就会把他捡回来 一人一狗就这样快乐地成长 当然大黄有时候也会调皮一下子 比如追着家里的猫 把家里弄得跟进了贼一样 快乐生活总是过得很快 几年过后 好心哥已经长成了小伙子 大黄也成为了一条壮年狗狗 这听他们一起去游乐场玩 结果好心哥一看就看中了 正在打气球的美女宝儿姐 大黄那是十分了解自己的主人 看到好心哥的眼神后 立马冲了过去 钻进了宝儿姐的兄弟 好心哥连忙上去道歉 表示是大黄擅自做主 钻你的兄弟 并不是我想钻你的兄弟 就这样 第一个女朋友 他们带着大黄到处游玩 一起规划未来的人 省过来好心哥的父母离婚了 因为父亲总是家暴母亲 好心哥就算在母亲的一边 就父亲赶走了 与此同时 好心哥已经来到了高三 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 橄榄球运动员 拥有保送金名牌大学的名额 只要他能赢得这次高中联赛的冠军 那么保送就十打九稳了 比赛开始 大黄和妈妈都来看好心哥的比赛 好心哥的表现也非常好 很快就赢得了第一场比赛 不过好心哥的优秀 也给他带来了不少暗中的敌人 有一个同学卷毛哥 就妒忌好心哥橄榄球打得好 还拥有美丽的女友宝儿姐 所以他半夜拿了鞭炮 丢到好心哥的家中 想要恶作剧一下 卷毛哥的行动 惊动了在好心哥床上睡觉的大黄 大黄看到有人在家里颠火 风一样的咬住卷毛哥的裤腿 不让他走 可惜卷毛哥力气太大 还是挣扎着逃走了 而鞭炮就好落在好心哥家的地毯上 瞬间燃起了大火 大黄不顾危险 风一样的跑上了楼 然后跳到床上 对着好心哥狂吠 终于叫醒了好心哥 好心哥赶紧用窗帘 将妈妈从唯一的出口窗户送了出去 然后就是大黄 可就在好心哥自己跳下来的时候 他的腿却被燃烧的木头砸中 在大黄的帮助下 警察抓住了脚毛哥 可是好心哥的腿也因此留下残疾 好心哥再也不能打橄榄球 同时也没法去名牌大学 回到爷爷家疗养的好心哥 好心哥每天郁郁寡欢 甚至宝儿姐来看他时 他都冷淡对待 宝儿姐劝他要勇敢站起来 好心哥却跟宝儿姐提出了分手 好心哥觉得受伤的自己 再也配不上宝儿姐 在宝儿姐上心跑掉后 好心哥也决定开车去遥远的农业大学上学 在好心哥开车出发的时候 大黄却叼着从小玩过的橄榄球追了上去 并且朝近路跳起好心哥的车里 好心哥摸了摸大黄的头 十分的感动 不过在进行了最后的告别后 好心哥继续上路了 而大黄也没有追下去 在好心哥走后 大黄变得郁郁寡欢 每天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就连平时最爱的狗粮也不吃了 很快大黄就病倒了 爷爷请来了医生帮大黄治疗 可是大黄已经奄奄一息 钥匙无用了 最终爷爷打电话通知了好心哥 好心哥得到消息 飞快赶来 大黄也坚持着接了好心哥最后一面 好心哥进门的时候 大黄的视线已经一片模糊 可大黄还是主动摇起了尾巴 就这样大黄去世了 他第二次投胎成为了一条警犬 每天跟着警察胡子哥搜索犯罪分子 由于大黄的勇猛表现 他们频频受降 后来他们一起去拯救一个被绑架的女孩 女孩被劫匪丢到河里 大黄则跳下去救回了小女孩 上安后还参与了胡子哥跟劫匪的搏斗 最终劫匪被他们制服 可是大黄也中枪倒地 结束了自己的第二事 再次投胎 他成为了一条小宠物狗 他的主人是一个黑人大姐 我们就叫他黑姐 大黄又发挥了自己猛宠帮相亲的优势 为单身的黑姐找到了老公 很快黑姐也有了宝宝 大黄就跟着宝宝一起玩耍 直到宝宝长成了大女孩 大黄也寿终正寂 死在了黑姐的家中 再次睁开眼 大黄发现自己又变成了小狗 这次他投胎到了一个贫困的家庭 主人再也不能陪他玩耍 只是把他拴在院子里 春去秋来 大黄孤独地站在院子里 直到有一天 主人将他抛弃 他成了一条流浪狗 大黄跟着自己内心的声音 和回忆中牧场的味道 来到了好心哥的爷爷家 在这里 他见到了已经变成中年男子的好心哥 大黄十分的兴奋 一见面就扑倒了好心哥 好心哥出于好心 给了大黄一点食物 本来以为大黄吃了食物会走 没想到的是 大黄却在门口待了好几天 无奈之下 好心哥只好将大黄送进东屋收容所 可是觉得好心哥要离开时 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养的大黄 归始神差的好心哥 决定将大黄带回家收养 就这样 大黄成为了好心哥新的宠物 可是好心哥不知道 大黄即使就是多年前 自己从小养大的狗狗 大黄在找到好心哥后 觉得好心哥现在人到中年 还是个单身狗 十分可怜 于是又闻着味道 找到了同样成为中年妇女的宝儿姐 宝儿姐对这个突然冲进自己家 还十分热情的狗狗十分好奇 于是看了一下大黄的狗牌 一下认出大黄的主人 就是自己的初恋好心哥 在大黄的带领下 宝儿姐再次见到了好心哥 再次让本来相爱的人走到了一起 大黄再次找到那个旧的橄榄球 又把好心哥玩起了多年前 他们经常玩的游戏 好心哥这才认出来 眼前的狗狗就是当年 自己从小养大的大黄呀 自此 全局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如果你养了一条狗狗 请一定要好好对待它们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